这首诗歌前面开始的一小部分是用德语唱的 后面这是中文 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这首诗歌非常的美 他是在二战的时候 一位为主寻道的神学家潘和华 在国内大多数翻译叫潘和华 在他快在过新年的时候 他就写下 他知道他的生命在世上估计不会太长 他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词 他是用诗歌方式写下来的 后来有人把它谱成了谱曲 然后成了一首诗歌 请大家一起欣赏 吉他计下来的歌曲家潘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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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美神力量都默默围绕 奇妙的安慰丰盛收每一天 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 并与你们套入心的念 尽管过去的念日折磨心灵 坚困时光中的压迫我们 主啊拯救保守静下的心灵 以祂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所有美神力量都奇妙遮盖 无论如何都欺盼那位 在晚上早上每个星的一天 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 若你给我们的爱沉重苦悲 满意着忧愁痛苦的苦悲 不停留下的rien 主啊扶持工作 这些恩兵离面 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 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 所有美山力量都奇妙遮改 无论如何都寂寞那么悔 在晚上早上没有熄灭一遍 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 今天请让热火热烂的阳烧 是你已带的黑暗中的我们 或许这回应令我们再相聚 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 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 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 所有美山力量都奇妙遮改 无论如何都寂寞那位 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 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 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 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 都将会与我们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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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希望让大家能够认识耶稣 那么也同时呢 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也愿意见证 那么耶稣基督的信仰 带给我们生命和其他的改变 我们愿意把这种给我们生命 所带来的喜乐平安和盼望 分享给大家 那么今天讲座的题目呢 是《雄光之旅》的第四讲 它的题目是《众火之根》 我们会把眼光转向这个世界 转向人类甚至转向我们的自己 那么今天的讲过呢 分成三个部分 那么首先呢陈凤婷姐妹 会分享自己人生的一些经历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将军弟兄会分享 做一个专题的讲座 那么之后呢会有些问答的时间 在讲座的过程中 如果那位朋友有什么问题 欢迎你在聊天室中提出来 那么我中间会有简短的问答时间 到时候呢我们会回答一些问题 那么最后一部分也很重要 第三部分呢我们会有小组的分享 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位朋友 带着你自己的问题 或者你自己的分享 到一个小一点的范围 到那个聊天室里 那么我们会期待有些交流和分享 那欢迎我们建立这样的联系 我们愿意回答在基督耶稣 信仰有的一些问题 会带你接下来的会有一些交流 那好 这就开始我简短的开始一些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我介绍 我们第一部分见证的陈奉明姐妹 简单的介绍一下 她呢出生在湖南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 那么1996年呢 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学习 那么在那里呢她接受了福音 在1997年复活节的时候 她熟悉成为基督徒 那么1998年毕业之后呢 陈奉明姐妹一直在波士顿 美国的波士顿地区 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那好今天 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奉明姐妹 请 大家好 我叫陈奉婷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下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吗 那二十年前我自己毫不怀疑 是一个善良的人 这不仅仅是自我感觉良好 我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看我 我还记得初中班主任给我的期末评语 是一个于人为善的人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对我说 你太善良了 你到社会上以后怎么办呢 那时候的我 以自己的善良而自豪 当然我也知道 人无完人 自己也不完美 我也常常会 为做的不对的事 说的不合适的话而后悔 所以当基督徒向我解释 什么是基督教信仰中的罪的时候 我并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1996年来美国后 我经历了许多奇妙的事 那这些奇妙的事让我觉得 有一位神在找我 于是我就受洗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受洗后一年 在一个基督徒营会中 讲员呼召基督徒 谁愿意将自己的一生放在神的手中 让神来祝福 请举起手来 我可以为你祷告 祝福谁都想要 于是我举了手 然后低下头来 等待讲员为我们祷告 讲员的祷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心被打开 我发现我过去的相信 是建立在理性上的信 我仅仅是因为看到了 神在我身上所行的歧视 在头脑中承认了他 我的心并没有以他为神 也没有降服于他 于是我心中向神说 我过去没有真正的承认你 我还能被你祝福吗 讲完后的一瞬间 我感受到了神的接纳和拥抱 那时我痛哭流涕 因为我过去不承认他 我也没有为他做什么事 竟然还被如此 所爱 所接纳 我只觉得自己也不配和感恩 事后我才认识到 不承认神本身就是罪 那次赢会对我的冲击很大 从赢会回来后 我逢人都说 真的有神呢 我也问他们 你不觉得自己不够好吗 我是想指出他也是个罪人 可是有一个朋友这样回答我 我觉得我们不够好不是一件坏事 正是因为我们不够好 所以才可以彼此包容 彼此接纳呀 这么说似乎也很有道理 我当时竟然无言以对 在接下来的年岁里 我参加工作生儿育女 虽然我每周乖乖地去教会 查经 敬拜 但是我生活的许多层面 与周围人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我会有工作上的种种压力 和不顺心的事 我会为孩子的教育 焦虑 愁烦 我们夫妻之间也时不时会有冲突 我的身体也出过状况 在这些冲突和状况中 我有时会埋怨神 我已经很乖了 你为什么不帮助我 医治我 你的爱在哪里 有一年我们考虑换一个教会 为了寻求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 我开始了每天的灵修和祷告 神没有立即给我回答 却让我对罪的认识越来越深 在一次的祷告中 神给我放了一个小电影 让我看到我过去的一些内心活动 那一瞬间 我才发现我的心是那样的丑陋和邪恶 记得在一次与先生的冲突中 我故意用一些蔑视他的话 煽动他心中怒气的火苗 看着他气得不行 我心中充满了恶意报复的快感 也记得女儿四五岁的时候 由于他上车 系安全带的时候总是磨磨蹭蹭 我心中不快 就故意急刹车 要吓他一下 让他长记性 也许你觉得给孩子一些管教和警告 是应该的 但是我知道 我那时的行为是从心中的恶而发出的 中国有句老话 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我不生气的时候 也许还可以表现得像一个善良的人 可是在怒气中 我的恶就源源不断的冒出来了 在神的光照下面对自己种种的恶 我真觉得自己应该死一百次也不为过 那时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罪 这不只是不好的言行 而是我从前未曾看到的内心的恶 那一天面对公义荣耀的神 我仿佛看到肮脏丑陋的自己 坠入一个黑恶的深渊 我意识到 原来并不是彼此接纳我们的不完美就可以了 而是当我们面对这位圣洁公义的神的那一天 我们都会因为各自的恶 而一同坠入黑恶的深渊 就算将来神让我们进入天堂 从我们心中的恶来看 我们是无法在天堂生活的 因为天堂是圣洁公义的神所在的地方 但奇妙的是 我看到我的恶的那一刻 我并没有被审判的害怕 而是有一种对恶的痛恨 与此同时 我深深地意识到 原来神一直是那样爱我的 祂不仅没有让我死一百次 还给我生活中一切的美好 我甚至觉得自己身体的疾病 也都是他的恩典和怜悯 我尤其感谢神让我看到自己的罪 我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因为人的心很难测透 其实我们自己的心更难测透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但是因为自己的拖延 眼看着就要迟到了 在心急火燎的时候 遇到大堵车 你会不会心中松口气 我为我的迟到找到正当的理由了 你看 你是否看到自己心中的诡诈 这就是圣经上讲的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拾透呢 我们往往不自觉地为自己 找各种借口和理由开脱 看不到也不愿承认自己的错 这就是我们在黑暗中 看不见自己罪的情况 那次以后 我的世界因为神不离不弃的爱 变得踏踏实实 我也不再觉得自己良善了 而是对自己的罪非常敏感 我也力图除弃一切罪的念头 但是我发现 我的心中时不时还会有贪心 嫉妒什么的 这让我很郁闷 有一天我在散步的时候 头脑中不知为什么 回旋着一首我并不熟悉的诗歌 歌颂 歌颂我救赎主 他的宝血为我流 十字架上受尽痛苦 还清罪债把我赎 我突然明白 我靠自己是无法战胜罪的 也无法逃脱那个黑暗的深渊 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还了我的罪债 把我从黑暗中救赎出来 我如今才会在神的爱的怀抱中 在这样的爱里 我会痛恨罪 我会渴慕光明的神 我会不惧怕审判 我可以没有负担的奔向神 那一刻我心中满了喜乐 仿佛已经置身于天堂之中 圣经以赛亚书有一节经文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这里所描述的是在黑暗中的人的光景 二十年前 我那自以为所拥有的善良 在神面前也像那污秽的衣服 如果不认识神 不被耶稣救赎 我也会如这渐渐枯干的叶子 被我的罪像风一样吹去 感谢神的事 他不仅让我看见这污秽 而且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借着信靠他 我可以脱离这污秽 进入神光明的国度 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如此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孙凤婷姐妹的分享 这也想起我二十年前 我想我们信仰的时候 我们人生的时候 在这里的每个地步子里 都有那个一个时刻 那个时刻你会对自己 对一个世界 对前面的路 有一个彻底的转变 那么我们希望今天 对很多朋友来说 今天就是这个世界 愿我们开向我们内心 开向我们的周围的人 那好 我们今天开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这个专题讲座呢 是张军弟兄 张军弟兄是出生于山西 1998年的 在北京大学的 城市与环境学系毕业 那么2006年 他在多伦多大学地理学系 获得博士学位 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 复活节也是复活节 张军弟兄在明尼苏达州的 信义教会熟悉 那么2013年 一直到现在呢 在多伦多大学第一系任教 那好 接下来时间 交给张军弟兄 好的 谢谢大哥 我先来share一下我的screen 可以吗 可以 OK 好的 那我们开始 这screen不对 全屏 不是 它是那个 这个模式不对 对 对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OK 因为我看不太清楚 好吧 OK 我们开始 我们先感谢那个奉婷姊妹的见证 其实上一期是我在这里做见证 向大家坦白我自己的这个臭漏和软弱 其实这一期就是为了逃避做见证 所以我就申请做主讲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 我们童工讨论过这个 今天这个标题到底应该是什么 是万恶之根呢 还是万暗之根呢 还是这个万祸之根呢 所以其实都不要紧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追问的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呢 就是既然神是光 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黑暗 第一讲的时候 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 我们已经谈到我们内心的终极渴望 或许只有作为终极主宰的上帝 才可以带来我们终极的满足 然后通过第二讲 大家应该可以明白 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讲事实百道理 甚至讲科学 我们就会发现相信无神论 其实要比相信有神论 要更加的困难 我们可以相信自从创世以来 神一直通过各种的方式 来向人类启示他自己 大自然是他的普遍启示 圣经则是他的特殊启示 所以第三讲就是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 圣经是神的话 而不是神话 从大自然和圣经 我们就知道 神是人类和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和掌管者 那么问题又来了 圣经启示的神是全能全善圣洁公义的 圣经说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可是为什么 奉婷子们也分享了 从我们周遭的世界 到我们个人的生活 有如此之多的黑暗和苦难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交流的主题 所以我计划是这样子的 首先跟大家交流一下 两种黑暗 外部世界的黑暗 和我们内心世界的黑暗 然后我们再来对照两种世界观 虚空的世界观和圣经的世界观 我们会重点 从圣经的世界观 来思考 所谓万祸之根 这个主题 我把它称之为 伊甸园革命 以及人的败坏 而败坏 来自于 自由意志 那么神为什么要给人自由意志 人类可以自我救赎 自我出黑暗入光明吗 还是说 只有一条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随后会分别 来探讨这些问题 不用多说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世界实在是多灾多难 比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 对我们许多人 仍然是记忆犹新 然后新冠病毒 刚刚哄扫全球 把我们都害惨了 刚刚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 加沙战争已经是如火如荼 我们的世界正在趋向于更加的动荡不安 而且大家尤其难以接受的是 为什么常常那么多的生灵涂炭 无辜者受害好人不得好报 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人道灾难 就是纳粹对六百多万犹太人的屠杀 这个是我一个月以前刚刚去过的 柏林的大屠杀的纪念馆的一个照片 所以呢 因为大屠杀 因为奥斯维新 纽约时报 几十年前曾经发文质问 在奥斯维新集中营里面 上帝在哪里呢 时代杂志也曾经因此来质问 上帝死了吗 有人因着奥斯维新 就把上帝送上审判席 还拍了电影 问题是奥斯维新之后 还怎么谈论上帝 怎么相信上帝呢 这个问题我也来问大家 我会先留在这里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世界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可能有些人熟悉英国学者 切斯特顿 他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答案 他说 I am 他说是我 不是别人 当然是每一个我 是每一个人 都出了问题 所以世界的黑暗 来自于每一个人内心的黑暗 这里我打出来的 是大家所熟悉的七宗罪 大家可以在这里做个自我检测 我想我自己如果不是七读俱全 也谈得上是五读俱全了 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坦白了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互动一下 你觉得自己有几宗罪 你可以写个数字到对话框里 我希望你的答案是零啊 有很多人 可能最近都注意到 就在几天前 Friends老友记里面的主角之一 钱德勒 他的扮演者 Matthew Perry 突然离世了 我发现他也就比我大三岁而已 要知道他们六位主演 每个人每集的片酬 曾经一度高达百万美金 按说他就是我们人人都羡慕的高富帅 哪知道他几十年 都为酒精和毒品所困 身体一塌糊涂 终究丧命 所以非常令人难过 我自己想呢 他的这些恶习 虽然离我很远 但是我也绝对不敢夸口 或许我只是没有机会 像他那么有钱而已 我非常清楚 如果我觉得自己不像某些人那么坏 那么糟糕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我遇到的试探和诱惑 还不够大而已 而不是我有多么厉害 反过来说 如果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好了 那只不过是因为 我对自己要求还不够高而已 正如凤婷姊妹分享的 尤其我在家里生气吵架的时候 其实每一次我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自己是多么的猙獰丑陋 但是呢 我又不能完全控制自己 所以也是非常的难过 大家知道佛家讲所谓人生有八苦 虽然我认为他们给出的药方是不对的 但是对于人生悲苦的症状的这种观察 我认为佛家还是很到位的 王尔德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人生有两大痛苦 一是你想要的得不着 二是你想要的得着了 其实跟这个八苦总结的也差不多 其实更早的时候 就有被称为悲观派的哲学家 舒本华 他说人生不过是 在痛苦和无聊之间的一个钟摆 得不着的时候痛苦 得着的时候无聊 舒本华他自我辩护说 我也不是什么悲观派乐观派 我只不过是愿意说出真相而已 所以这是不是真相 我想大家可以问自己 我想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相信自己是有良知的 或者我们愿意相信康德说的 我们心中都有道德律 但是我们也知道心中常有亏欠 正如父亲姊妹所分享的 尤其我自己深知 我活不出自己期望的那种品格和草水 我其实心中没有真正的 永久的那种平安喜乐和盼望 或者可以说 我们总是在焦虑之中 就是无法来安顿自己的灵魂 我们总是现在有限的生命 跟无限的这种心灵渴望的征战当中 正如第一讲张耀江弟兄所分享的那样 但是奥古斯丁曾经说过 他说 我们的心注定不得安宁 直到我们在神里面得着安宁 他说因为我们是被他所造的 也是为他所造的 所以 如何看待世界和内心的黑暗 其实首先取决于你我的宇宙观 或者世界观 那么这个世界究竟是 没有神没有爱没有公义 还是反过来有神有爱有公义 真相肯定只有一个 这里我们可以也做一个互动 你可以在对话框里写下你的选择 是一还是二 所以如果世界是 无神无爱无公义的 那么一切都是偶然的随机的虚空的冰冷的 所以不需要什么解释 一切的邪恶和不择手段 也不过是正常的生存竞争的策略而已 或好或坏 那就是运气嘛 而且都是荒谬的 所以我们能做的最多 也不过是在荒谬之中 发明意义而已 赵正老师第二讲提到的佳谬 他曾经就是这种世界观的代表人物 而且他的虚空的世界观 或者说在虚空当中 做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知道在今天是极为流行的 1957年 瑞典皇家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摆给加缪的时候 这么说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的 闪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 加缪可以说是一个爱好哲学的天才作家 而且人如其名 他说人生最大的现实就是荒谬 他的所有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反复的呈现这样一个主题 人生是空虚的 是荒谬的 他说自杀乃是哲学的第一重要的问题 他说你可以通过自杀 或者还有非理性的信仰的飞跃 来拒绝或者否定荒谬 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 或者呢 你可以直接来拥抱荒谬 在与荒谬的不断的搏斗当中 来发明意义 所以他不愿意自杀 而且他说这个信仰的飞跃是哲学自杀 他也不要放弃哲学 所以他就选择和荒谬搏斗 可是搏斗来搏斗去他自己也受不了了 赵老师之前讲过 最近 有人写回忆录透露出来的信息 在他晚年的时候最后的阶段 他其实在默默的读圣经去教会 遗憾的是他年仅47岁 就车祸身亡 对于他后来的想法我们也不得而知 所以 我们看到圣经的世界观 是与加谬这种虚空的世界观 是针锋相对的 所以对于苦难和黑暗 自然也就有不同的解释 我想即便大家没有读过圣经 也应该熟悉伊甸园的故事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和明白圣经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那绝不仅仅 是一个跟我们没有多少关系的神话故事而已 而是我们相信它是真实的历史过程 而且对于人类的来龙去脉 是最重要的解释 这里面有很多的重点 我就选择一部分来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而且赐福给他们 一切都是美好的 人也分享了神的圣洁尊贵和美善 其次圣经特别强调 神造的人是有灵的活人 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独特和高贵的地方 在此 神给人充分的自由 但也有限制 他也立了明确的规矩 而且给出了对于违规的严重的警告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很不幸 人被蛇 也就是撒旦所引诱 他开始怀疑神 并且自我膨胀 他希望自己像神一样可以有智慧 而且希望满足自己眼目和口腹的欲望 结果就违规吃了禁锢 所以呢 可以说是祸从口出 这个看似简单的事件 我认为可以把它称之为伊甸园革命 而且就其对人类的影响力而言 他远远大过人类历史上任何的其他的革命 所以后果很严重 蛇和人都受了咒诅 而且地也受了咒诅 后来还有大洪水 这也就成为一切天灾人祸的起源 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解释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 这个疫情 来对这个伊甸园革命做一个比方 我们也可以姑且称它为一场心灵的疫情 而这个病毒的源头 其实发生在伊甸园故事的前面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蛇或者撒旦 他又名Lucifer 而且他本来也是神创造的 而且是高贵的 有自由意志的天使 但是他先堕落 他为什么堕落 就是自我膨胀 他说我要升到高处 升到至高之处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所以他不要神 他自己要做神 所以也就在这个自我膨胀的时候 那个病毒就生成了 所以很快他就通过谎言诱惑 让亚当夏娃同样被感染 他们同样变得自我中心死于膨胀 选择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背逆神 而且这个病毒从一人入了世界 而且代代相传 而且感染了整个人类 所以后果非常严重 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绝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 而且不得不面对身体的死亡 以及生老病死 相应的一系列的苦难 而且原来那个有灵的活人 他们的灵也出了问题 甚至可以说是死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再跟神 跟神的灵有正常的交通和关系 所以人类从灵性 德性理性或者感性 多重的全面的 永久的发生了败坏 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 人与人 人与地的关系 也都出了问题 我们人类甚至没有办法跟自己 和平相处 这就是我们内心的挣扎和黑暗 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黑暗的源头 所以呢 简单讲从圣经的世界观 重祸之根就是罪 那么到底什么是罪 我们经常听人说 我又不杀人放火 何罪之有呢 但是杀人放火 或者说是这些刑事犯罪 并不是圣经对罪的定义 其实在新约里面 对于罪 最常用的一个名词 叫做Harmatia 它的动词叫Harmatano 英文就是我们熟悉的SIN 中文通常翻译作原罪 这个Harmatia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Missing the mark 就是射箭托把 而且呢 这个把子或者标准 不是我们想象的 是神所设定的 而且大家知道脱把是有后果的 是可能有伤害的 我的罪过就是你的灾祸 我想起来我们在军训时候打把 有的人五枪打了六十环 怎么可能呢 那就是因为有旁边的人脱把帮了忙 还好没有打到人 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谈到 这个托把就是由于私欲的膨胀 就是因为自我中心 把神当神自己要做神 魔鬼天使 堕落的天使和人类都是一样 而且从天使堕落开始以后 人也跟进的堕落 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神让人享受自由 他也给人画了界限 设定了规则 但是人呢就是Restlessly unwilling 就是死活不甘心 接受这个限制 结果呢 连他本该有的自由 也失去了 而且神与人之间 就有了深渊限定 而且圣经强调 因着亚当的犯罪 每个人都犯了罪 而且这个罪性和罪责 它是继承性的 它给人类带来了持续的败坏和瑕疵 所以人类从可以不犯罪 变成了不能不犯罪 而且人人都犯了罪 所以罪就是违背神圣洁的本性 或者因为神的圣洁本性 所设立的道德律 因为神的本性就是圣洁公义 所以我们可以说托把就是托神 凡是背离神的都是罪 但是神的本性也决定了 他是不可能容忍罪的 或者说神和罪是事不两立水火不容的 神一定会清算罪解决罪 但是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时间表 而不是按我们通常想象的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创造设计的角度来思考罪的问题 用英文来说 这是author和authority这样的一个关系 因为神是the author 所以他理应是the authority 独一的权威 因为神是万物的设计创造者 所以他自然对所有的被造物 拥有绝对的唯一的主权 而且因为神是爱 神对万物的运行 都有他最美好的安排 所以就如同制造手机或者电脑的厂家 他一定会尽力让他们有最好的 最合理的一个出场 是呢 人就是要悖逆 他就是不服 就是要偏行几路 执意要做自己 或者follow my heart 他要按照自己被罪污染 败坏的理性和意志来行事 要让自己坐在神的宝座上 这就是罪的根性 这个就好像你的电脑或者手机 他有一天突然有了自主意识 他要将自己通通的格式化 要删除所有的原厂设置 自己再搞一套 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呢 其实这个正是我们今天 对AI的一些担忧 所以呢 最后果就是自欺欺人 自毁毁人 彼此互害 所以带来了无穷的灾祸 而且圣经特别强调 这个堕落是可以没有底线的 奉庭子妹也引用了这句经文 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有谁能识透呢 我想我们对此其实深有体会的 那么就有人要问 神虽然没有创造罪恶 但是神为什么要给人可以堕落的自由意志呢 问题是如果不能堕落 那还叫什么自由意志 如果没有作恶的自由 如果没有不爱的自由 那行善也没有价值 爱也没有价值 人不过是机器而已 所以谈不上真正的爱或者道德 圣经说 神是凭己意 行作万事的 神是完全自由的 他给人自由意志 也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 出于他的权柄 他的荣耀 而且他也愿意 跟他创造的人或者天使 来分享自己的自由 即便这个自由意志可能会带来堕落或者背叛的风险 他仍然愿意赐给人 而且我们知道神是超越时空的 其实他在人堕落之前 已经早有预知 而且早有预案了 他并没有因为人的堕落 而惊慌失措 所以正如神在伊甸园的时候 就将生死祸福向亚当夏娃成名 同样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 他反复将生死祸福向以色列人成名 教导他们该如何善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信靠神就是生与福 悲逆神就是死与祸 可是人照就悲逆 但是神一直忍耐 在新约的时候 神再一次向人宣告福音 而且警告人 希望人脱离祸祸 所以他要人借着信心 脱去旧人 传上新人 脱离辖制自己的罪和死的律 因着基督得着 赐生命和自由的圣灵的律 但是总有人会问 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 我为什么非要信耶稣呢 或者非要信你说的那位上帝呢 我靠自己或者想别的招 就不能胜过罪恶和黑暗吗 我们已经谈到 如果神就是圣洁公义的本体 他就是真善美的本体和源头 那么脱把就是脱神 只要你脱离神就必然陷入罪 所以脱离罪的唯一的方式 反过来说 那就是回到神里面 回到神的家里 而且神一直在等待 也在召唤我们浪子归家 可是总有人想在神以外 独立自主的追求自己的道德和公义 但是正如奉庭引用的 神在旧约里就借着以赛亚先知说 我们的意义也不过是污秽的衣服而已 而且最让神失望和愤怒的 就是人总是试图离弃神 离弃神取之不洁 用之不尽的活水的源泉 而自己去凿一个憋脚的小破水池子 而且越是聪明的人 就是越凿的特别起劲 这也是我们熟悉的 所以圣经说主叫有智慧的 中了自己的诡计 所以罪的问题根本上还不是不道德 事实上很多不信的人 从世人的角度看 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水准 他们比基督徒强多了 他们很多人是非常的见义勇为 非常的乐意 牺牲奉献的 但问题是你在神以外寻找出路 这本身就是神最不高兴的事情 本身就是罪 而且是根基性的罪 而且终究 你靠自己 靠别的 也无法把这样的善行 持续到底 所以人其实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解灵还需寄灵人 那解决罪的问题 需要人的信靠 更需要神主动的工作和预备 所以胜过黑暗和罪恶 并不是简单的洗心革面就可以了 而是需要悔改重生 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为什么 因为圣经说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人犯罪以后 我们灵里面的死亡 其实就意味着 耶和华的灯 在我们里面熄灭了 所以我们里面的光 黑暗了 我前面说过 罪的后果是灵性 德性 智性 感性 他全面彻底的败坏 而且灵性的败坏 是更为根本的 要让那个死去的灵活过来 这个必须是神的工作 而不是人的工作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 叫做 Self Knowledge 认识你 自己 他总结历代以来的 自我认知 这个也可以叫做 自知之明 所谓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这也是上次田林老师 所讲到的 问题是 人性败坏 与神疏离之后 事实上 人已经失去了这样的 自知之明 所以大家知道 开始的时候 我们已经介绍过 潘霍华 或者翻译成彭霍菲尔 他是德国的牧师 神学家 他参与这个 刺杀希特勒失败 很遗憾 在希特勒自杀21天前 他 就被绞刑处绝了 我们之前听到的那首 非常美好的诗歌 其实就是他在灵音前不久写的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 有人引用或者试图反驳 潘霍华 他关于愚蠢是一种道德缺陷的 这样一个说法 事实上 潘霍华他作为牧师 他认为愚蠢 就是我们说的 德性 智性 灵性的全面的缺陷 而且他说愚蠢其实比恶毒更加糟 而且摆脱愚蠢 不仅要靠教育 更要靠来自于神的灵性的救赎 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常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这个绝对不是轻描淡写的 那圣经说我们离开神以后 自以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而且呢 我们的认知是非常容易被环境所塑造 所扭曲的 我们事实上完全不具备 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种独立自由思考的能力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私自利 其实常常是自害自孽 所以可以说罪让我们变得不识好歹 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 不愿意敬畏神 我们是不太可能承认这些东西的 我想大家或许知道 汉纳阿伦特 她也是一位德国人 而且是德国犹太人 她也是纳粹大屠杀的新存者 她的著作对当代思想界有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是作为政治哲学家 她有一本最有名的书 就叫做《极权主义的起源》 其实她就是从思考纳粹的大屠杀出发 她试图来回答 为什么人类可以如此的穷凶极恶 而且是有组织的这样的穷凶极恶 她还有一本大有影响的书 叫做《爱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 你们可能知道 艾希曼是希特勒手下的这个党卫军的头目 是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交通运输部长 经过他的挑选组织批准运送 被杀害的犹太人在五百万以上 大家知道一共也就六百多万 所以她被称为纳粹屠夫 战后她逃到了阿根廷隐姓埋名 逍遥自在 但是1961年她被发现 并且押回了耶路撒冷受审 最后她被判绞刑 阿伦特作为一个受害的犹太人 她全程旁听了审判 并且写下了这本报告 而她最主要的发现是什么呢 她就是说艾希曼她并不狂热 并不变态 并不愚蠢 当然也不是太聪明 她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平凡 非常无趣的这样一个普通人 所以她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恶魔这样的形象 所以她这样的描述说 她只不过是一个中等身材 脑门半突 近视眼脖子干瘦的中年男人 大家可以看她这个照片 就是这样子 而且她对待妻儿父母兄弟姐妹 以及朋友的态度 甚至堪称楷模 真是让人觉得很难以理解 所以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最大的问题 不过是不反省 不思考 这就是她所说的平庸之恶 当然这种平庸之恶一部分 也是纳粹洗脑宣传教育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阿伦特认为正是这种平反 平庸的恶 才是最可怕的 不是说他们的恶是平庸的 所以不严重不重要 而是说任何一个平庸的人 他都可能不知不觉的就像 埃希曼这样就变成了恶魔 而且正是有了大量的类似于埃希曼 这样的平庸的帮凶 才成就了希特勒的大屠杀 而且阿伦特进一步的指出 他自己作为犹太人 他说纳粹在屠杀犹太人的过程当中 犹太人其实真正有抗议反抗的也不多 虽然有啊 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的顺从合作的 他们也表现出了作为受害者的不思考 所以受害者也同时是施害者 所以别忘了犹太人自己也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 所以我们的环境和教育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不思考 落入认知陷阱失去自知之明 这个正是潘库华论证的我们灵性的缺陷 因为我们无知的心荒暗了 我们作恶或者作帮凶 往往不是说因为我们有多坏 而是我们缺乏或者失去了思考和鉴别的能力 所以阿伦特他虽然不是基督徒啊 他诚实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结论 跟神学家潘库华基本上是一致的 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和圣经的 所以如果希特勒那种极端之恶理 我们很远 艾希曼这样的平庸之恶 其实离我们都很近 但是别忘了艾希曼离希特勒是很近的 所以正是如同圣经所说的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最后呢让我们再回到奥斯维新的问题 有一位德国神学家 叫Eugan Mortimer 他1926年出生于汉堡 也是在纳粹时代成长出教育 而且他被编在希特勒的青年团里 16岁 韩军18岁被派上前线 他数次死里逃生 金里身旁的同伴被炸的粉身碎骨的这样的场景 他被震惊到 他不明白为什么我还可以幸存 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第一次向上帝呼求说 上帝啊你在哪里 他19岁的时候德国就战败 他成了英国战俘 在诺丁汉的战负营待了三年 也就在那里他得到了一本圣经 他开始认真的阅读 寻找生命的意义 而且正是当他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 大声呼喊的时候 他认为救赎主就在那里 盼望就在那里 所以48年他从战负营回到德国 他立刻到哥廷根大学去读神学 他本来原来是喜欢爱因斯坦 想要读数学和物理的啊 所以他后来成为伟大的神学家 1964年他因为盼望神学 Theology of hope 而广为人知 1972年又写下了名著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 所以面对奥斯维新之后 没有上帝可谈的这样的流行见解 他针锋相对的提出 正是在奥斯维新之后 才唯有上帝可谈 所以他神学的核心 就是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 神没有按照世人的期望 立刻拯救世人 出离黑暗和苦难 或者立刻拯救人类 而是他自己亲自道成肉身 并且在十字架上受死 来担当所有人的罪孽 做了赎罪计 来填补人和神之间的鸿沟 彰显他自己的公义和慈爱 而且他要再来审判世界终结苦难 所以上帝是受苦的上帝 上帝也是盼望的上帝 背钉十字架的上帝 在苦难中与心灵破碎者同在 与奥斯维新铁丝网后面的囚犯同在 与黑夜里的灵魂同在 他成为人生命的盼望 成为黑暗中的亮光 人类的盼望和胜过罪恶和黑暗全世的 这样的能力正是从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 所涌流出来的 最后让我们用几段圣经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也按照他的形象遭难遭遇 神的永能和神性对人一直是明明可知的 让每个人都无可推诿 但是亚当之后 人的罪性使人跟神梳理 而罪的工价就是死 人总是试图在神以外靠着自己谋求生命的出路 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而罪的污染导致了我们的德性 智性灵性全面彻底的败坏 也成为人类苦难和黑暗的根源 神是圣洁公义的 所以他必须要清算罪清除罪 但是他有自己的时间表 有自己的方式 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以有机会跟神和好 使我们这些浪子得以归家 好的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面是一些今天 供大家讨论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同工会把这些放在分组的小群里 最后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周寻光之旅的安排 我们的主题就是谁来拯救 就是讲我最后提到的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事情 我们的主讲是国民弟兄 见证安利弟兄 然后主持人是李欣于牧师 我们的时间是下一个周六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半 大家知道明天这个北美要改冬令时 所以这个美冬时间就提早到七点半 所以在美西的朋友就太辛苦了 要四点半起来如果要参与的话 好的 我就结束我这个分享 我把这个屏幕也关掉 好 谢谢张晶晶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几个回答问题的机会 那么如果周围朋友在讲座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或者对凤婷姐妹的分享 张晶晶的讲座有什么问题 希望提出来的话 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们希望在八分钟之后 结束这个Q&A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这里再次感谢张晶晶 刚才的分享和凤婷姐妹的见证 那么对 请将问题写在这个聊天室里 我在这里会读出来给你 给弟兄和姐妹 那么如果呢 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如果因为今天这个机会 讲座你在你心里感觉到触动 甚至你在里面你做出一个决定 说我要信耶稣 我要改变我的生命 那么也欢迎你告诉我们 欢迎你把你的联系方式放在电视里 那么或者另外呢 有一步或者说你在这个时候 你心里有了触动 或者你对了有新的认识 但是你还在犹豫 你还是对前面的路呢 不是很确定 那么我也很欢迎你啊 在这里呢 接下来参加我们的小组的讨论 在讨论的时候 把你的问题把你的困扰提出来 和我们进一步的交通 对 像提出来的 如果你现在有问题呢 就可以写在这个聊天室里 无论什么都可以提问 都可以问 我想问一个 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 就是张军弟兄 谈到自由意志 是 我记得看到一些经文 就是描述 这个上帝怎么样 就是 派天使 或者他自己影响 这个 人的意志 就是 以至于事情 可以按照他的计划进行 那 感觉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 实际上也是可以 随时被神 来 掌控的 是这样理解的吗 是这样的 这个可以说是最困难 和复杂的神学问题 以后有机会可以深入的探讨 所以我们相信 圣经启示的上帝 他既是超越的 也是灵在的 而超越的上帝是不变的 是人不能够完全理解的 而这个超越的上帝是 是掌控万有 对他来说 一切都是不意外的 甚至都是已经发生的 都是他预定的 都是确定的 但是在灵在的上帝 他是与人类互动的 他是开放的 他是给人类机会 给选择的 他是在与人类的自由意志 互动的 他是在等待人类 回改回家的 他是会伤心的 他是会生气的 诸如此类的 所以这两个上帝 如何放在一起 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 但是我们相信 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 我看到那个 徐老弟兄在这里 他也许可以做一点补充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了很久 是这样的 神把自由意志 神造人的时候 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 所以给了我们自由意志 这个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可以自主做出选择的权利 神甚至允许了我们不服从他 你看伊甸园就是这样 但是神的旨意就在那里 我们知道 剩下的 我们人和神的关系里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应当做的 一个是神要做的 两个部分 不会相互 神不会替我们做 我们要做的 应当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顺服 我们对神的旨意的遵行 神不会强迫我们去按照他的意思做 他的意思摆明在那里 所以下一步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在伊甸园里 那个夏娃摘果子的时候 神没有说 一下子把他的手打下去 说你不许吃 我跟你讲过 那是夏娃应当知道 他要用他的自由意志 来决定是服从神 还是这个被逆神 所以人是有这个自由意志 做出自由选择的 我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神和圣灵 会影响我们的选择 这个是有的 但是最后做决定 是我们自主做出来的 我们爱神 我们服从神 神要我们从自己的内心 通过自己的选择 做出自己的选择 神不替我们选择 好像一个总统 他有一个顾问班子 每一个顾问班子 那个顾问提出了各种意见 甚至相互矛盾的意见 最后谁做决定 那个总统做的决定 有没有顾问的那个意见的影响 有 但是决定是谁做的呢 总统做的 他做的那个决定 最后他要签字 最后那个顾问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跟神的关系当中 一定注意两个问题 神我们应当做的 神不会替我们做 我们的顺服 我们的这个信靠 我们的忠心 我们的谦卑 这个都神不会替我们做 所以才有 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是什么人呢 我们有力量消灭圣灵的感动吗 他不是一个能力问题 因为神就是说 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他不绕过自由意志 不是因为人的能力比他大 而是因为他的信实 他赐给你这个能力 他就期盼着你正确的使用这个能力 就这样 我说的还有赞助大家时间 给大家参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神为何要道成肉身 也不是好答 必然就是说道成肉身 是在必行 如果神不是道成肉身 那个圣子不道成肉身的话 十字架上是定不死他的 神性里没有死也没有复活 所以死而复活 是耶稣人性的表现 正因为如此 是他人性的表现 我们才能跟着他死而复活 他作为一个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那个第一个人 是吧 我们人才可以 从他的死而复活里得到永生 我可以简单补充两点 为什么要道成肉身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神要启示人 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信仰是 启示的信仰 就是神在高处 人在低处 其实就像这个大象和蚂蚁之间的关系 如果大象不告诉蚂蚁 他是怎么回事 蚂蚁永远不会知道 大象是怎么回事 所以神要让人去明白他 最好的就是变成人 大象让蚂蚁明白他 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蚂蚁 这蚂蚁就更容易来明白他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神要救赎人 因为他是爱 所以我今天讲 他要处理罪的问题 他要解决罪的问题 他要做赎罪计 做人的赎罪计 而人类当中没有一个是无罪无瑕疵的羔羊 可以做待罪的羔羊 所以他自己亲自变成人做待罪的羔羊 来为我们做赎罪计 所以他的公义的要求才可以满足 而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下一个问题 请问蛇怎么知道神和亚当的对话 他们都在伊甸园里 他们 这个圣经没写 就是之前是怎么回事 但是 一个方面 大家可以补充 我觉得这些只能是speculation 对吧 因为蛇其实是天使长 所以他也许有特别的能力 而且当时的情况 或许他们的能力 就是 所以天使能力 显然应该超越人的能力 所以也许他们 不需要亲自在场 也可以知道 或者有部分神的能力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或者说他有别的机会 因为他们来交通 这个圣经没写 就不一定没有发生 对吧 徐弟兄 是不是这样 谢谢 下一个问题 怎么理解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人赎罪 下一讲讲 这可是个大题目 这是大题目 大题目 好 非常感谢提出的这些问题 因为今天的讲座真的是祝福大家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希望按时间 我们过了两分钟可以 那么接下来非常期待 各位朋友能参加我们的小组讨论 我们接下来分组 请郭冰弟兄安排分组 我们分组十个小组 奉宁姐妹是在第十组 张军弟兄是在第四组 那么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加入到现在的小组来回答 好的 各位参会者 我马上就打开分组讨论 今天打开分组讨论之后 各位会被直接带入分会场 如果您需要改换的话 可以自己离开 也可以请同工帮忙 可以请不吝点赞 我们可以把这个类似的 提供我们的系统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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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冰不好意思 我好像是又重新logging 一下 你再帮我分一下吧 好的 好的 你怎么没看见你的名字呢 有 八赵雨镜 我是用电脑登录的 找一下 你找八就可以 你现在有没有收到一个分组的邀请吗 没有 哦哦哦哦我看到了 好 好 郭静中请帮我夹到对石子 我们要大分 好的 我自己转 好 感谢观看